第四季 第四季 嗨!我是COPPA 為你帶來的是月中限定羅布森 這是今天剛出的新卡 技術性低エッポ 我給的標題是刷新防禦上限 我們趕快來看看內容 首先就是各項對決 這個數據在左邊 必殺技已經都更新成最新的數據 我們來看看鏟球530 斷球532 以及擋球553 這個數據是非常的高 553的必殺技威力 那他鏟球最高來到72.4萬 面對數屬性 面對技術力數也有69.6萬 他的鏟球跟斷球算出來數據非常的接近 都是72.4跟69.6 那擋球就特別的高 那我們先來看右邊 盤球或者三角短傳 或者傳球 基本上全部是紅色 代表他們沒有一向過得了這張羅布森 簡單講他的防守就是滴水不漏 只要猜對 他可以全部獲勝 那我們仔細來看的會是射門對決擋球 我們來看看這個擋球的數據也是很可怕 面對數屬性的平色有到78.1萬 然後隸屬技術也有75.2 就算沒有屬性優勢 75.2萬也是非常的高 來看右邊的平色 基本上每一個也都是被羅布森KO 只要猜對 所以呢面對這張卡 基本上就是不要對決 只能夠選擇不要對決 如果你要對決就是 要猜對 因為你只要猜盤球 三角短傳球或射門 任何一個只要是你猜對 那他就守不住 但是只要被他猜對 基本上都可以守住 一直到平色 第一名是拿破崙 第二名大空翼等等 這兩個隸屬性都過不了 他這個75.2的平色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高空跟低空 我們看第二排 那第一個是低空 這個是拿破崙的低空可以高達81.8萬 渾增一擊 那他是有低空特別的加成 你可以看到81.8面對的會是75.2 那是綽綽有餘 可以過這個羅布森 但這只是數據上 那實際在場上還有可能RNG 還有可能順發銀 順發金 順發彩虹等等 那不一定 那我們單純就數據來看 拿破崙沒問題 然後是皮埃爾 75.1萬面對會是78.1 沒有辦法 然後是高空的拿破崙 也沒辦法 拿破崙只有低空特別強 那高空你可以看到70.7 那面對的會是76.7 過不去 然後就是禮包爾 他高空低空都是67.6 跟沒有大敵當前 也沒有鼓舞的狀態是62.3 你可以看到這數據當然也是過不了 這個羅布森的擋球 那羅布森本身是有高空擅長 所以他高空的擋球的數據會比較高一點點 就是必殺技威力可以加12.5 好那所以看完這個各項對決你就知道 這張卡只要讓他猜對 基本上要過他只剩一個可能性 就是這一個 低空射門 我講的是他猜對還會輸 就是這一個 我們來看球員分析 首先是他的優勢 第一個就是隊伍技 是28%的隊伍技 然後呢被動 這個被動雖然說放在優勢 可是實際上不夠好 他是100%的機率發動自動擋球 那很可惜 如果是自動擋球加自動攔截 這張卡會是非常非常的優異喔 接著是他的 預測得勝加30% 潛能 以及他本身盾牌30% 那這次有兩個新的必殺技 第一個就是擋球 必殺技威力553 非常的高 是很少見啊 這個配一個這麼高的擋球 然後就是轟名鏟球 這個鏟球呢其實在之前有其他球員有 但是配在羅布森身上是第一次 那也是他最強的殘球了 排名 殘球 擋球 斷球 他都是第一名 是的 上個月的月中限定卡爾茲 也是拿下三個第一名 但是這個月 羅布森直接刷新喔 他直接拿下三個第一 把卡爾茲逼到三個第二 那我們看他白質 19797 超級限四次 133 197 然後他的外部機會 就是兩項必殺技封印無效 以及歐洲加成 歐洲加成這個Wi-Fi 對歐洲的羅布森來講是非常有用 那他的劣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沒有自動攔截 就是他最大的劣勢囉 然後就是他的盤球跟傳球當然是非常糟糕啦 因為防守這麼好 數據都到防守去了 攻擊自然就不會好了 他的威脅 外部威脅就是地圖傳 以及刻意的過頭傳 什麼意思呢 因為他沒有自動攔截 所以技能過頭傳 會是這張卡的硬傷啊 接著是他的技能組合 因為他的兩項必殺技封印無效 所以每一項帶一個就可以囉 擋球、鏟球、斷球、盤球跟傳球 不用考慮他的體力啊 因為對手會盡量避免跟他對決 所以低耗體的必殺技 其實帶了也沒有意義啊 他要消耗掉體力是比較不太可能 大家都不想跟他對決 怕被他猜對 我們來看一下抽卡建議 我給的會是星號強烈推薦喔 他的防守三圍直接又拿下第一 這跟上個月卡拉茲可以說是一模一樣 但是他比卡拉茲又更強了 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猜對 他也不管對手是FW或OF都不需要 也沒有什麼體力限制 猜對就可以了 目前的生態 DF的歐洲新卡這麼強的真的很少 那歐洲的WiFi呢 會慢慢退場 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注意到這張卡 不用任何WiFi 他就已經可以拿下幾乎所有的對決 都是第一名 所以有這樣的新卡 你自然歐洲WiFi的舊卡 你就可以退場了 那實際上目前也的確遊戲在洗牌了 就是越來越高的白質 淘汰掉之前WiFi很強的 WiFi很高的那些舊卡了 因為這不是遊戲公司所樂見的 你擺了越多的WiFi 你就越不會想抽新卡 那所以遊戲公司很簡單 我把新卡的白質做得越來越高 你就自然得淘汰掉這些WiFi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特殊 就是自己的盾加30% 以及其他防風雨兩項是優點 但是沒有自動攔截 則是他的大缺點 如果你有考量沒有自動攔截這件事情 當然這張卡你可能會有點就是不想抽 你可以仔細看目前的DF或DNF 只要是偏向防守的 防守越強 他的自動攔截就幾乎不會搭載 這是目前的趨勢啊 就是要讓玩家有機會得分 讓玩家能夠有機會用這個過頭的長傳啊 當然這不是我設計的 這肯定是遊戲公司自己想要帶的風向 所以自動攔截的DF卡會越來越少 那可能再過一段時間 自動攔截的DF卡又出來了 就是風水輪流轉啊 以上就是針對羅布森的介紹 謝謝大家 掰掰